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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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提早做点准备 昨天呢因为讲这个解说打呼噜睡觉 然后最后我觉得我最后那段表达应该说很很很很完美 我就觉得呢人生就这么几件事 第一呢就知道去做什么第二呢知道怎么做好第三呢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我觉得当时就应该停下来啊所以到了那个点呢我就决定啊停下来下波啊比较突然啊 suddenly 所以就是关于就是关于左小将的集训呢就没怎么讲 所以今天晚上呢 但是呢 但是呢 苦于呢就是大部分人呢就是不愿意啊去招惹是非啊 其实我这个人呢本来呢也不是想每天呢都去和这些是非纠缠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呃做自己的事情比较专注的一个人如果这件事情是针对我一个人呢这个事呢可能还好办点啊 我要么呢我就直接网人我就开私啊我要么呢就置之不理 但这个事呢因为和中国足小将有关系啊中国足小将呢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中国足小将是啊乐伯团队啊教练组啊很多人辛勤劳动的结晶 中国足小将呢是很多的孩子和家庭啊共同复支努力的啊 一个事务啊同时呢我想他也关乎于很多啊关注中国足小将支持中国足小将的那些朋友们所以这件事情呢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该争也得争因为这个舆论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谁的声音大啊谁先说出来了啊谁不断的在那儿啊造谣蛊惑 很多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呢就会被蒙蔽啊我说过啊中国足小将的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家长啊都是比较内敛的啊有可能也是因为呢自己的孩子啊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啊周围的每一个孩子啊在球技方面都非常的出纵 所以这个就不像呢他在地方啊在地方呢他可能是在一地一地的小球王啊他自然呢会有这样的一种天然的优势心理 但是到了小将呢每一个家长呢都知道啊孩子啊有进步提高的空间啊周围的队友啊也都非常的出色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相对来讲呢每一个啊家长可能都本着呀踏踏实实啊认语真真啊安安静静啊把这个哭学苦练把这个球技呢给他练好啊将来呢能够在这个队伍里边承担更重要的任务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呢中国组小将的大部分的家长啊基本上呢都是比较谦虚紧正啊也不慎张扬啊也不愿意更多的去表达这里边可能唯一有一个例外就是刘凯元的爸爸啊刘凯元的爸爸刘凯元的爸爸可能是所有的组小将这个家长里边呢他的相对来讲学历是是相对低的啊 但也可能正因如此呢他考虑的问题啊没有那么复杂啊他想说就说啊想这个表达就表达啊但是呢终于呢在在在在最近这这一段时间嘛中国组小将的家长开始陆续发声嘛我们没有任何的组织没有任何的协调 我想这可能有一句话叫做逼老实人说话逼老实人说话就是谁到底对中国组小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最有发言权呢 是谁呢我相信应该是这些长时间啊在组小将啊这个队伍当中啊并且呢在每一天啊我们都能够相互的呃沟通然后都能够有接触到的这些家长实际上是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啊 啊你至于说你在外围的一些人啊甚至是从来都没有在近距离关注过中国组小将都是在呃直播上看的或者是在我微博上看的或者是在我直播里边听的这些人实话说呢你们不是真正的了解的人啊我今天注意到呢有一个从世康去大连某俱乐部的一个家长在一个群里说啊说谁谁谁谁谁谁啊谁谁谁都去了 大连了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家长不是傻子啊他的意思呢就说去大连的孩子的家长啊都不是傻子那我想请问你那更多的留在中国组小将的家长是傻子吗 然后就只有说去大连的家长是聪明的是吗而且你举的这几个例人的例子我纠正你一下啊我纠正这位原重庆士康呃家长我纠正你一下 你说的这几个人有的从来没有正式进入过中国组小将对吗有的是没有进入清华附中的名单甚至我还帮助他去寻找下家 所以你举的这些例子真的不合适啊你这属于自己打自己的脸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重庆是这个这个重庆士康呃这些人为什么对周小将这么这么这么恨之入骨啊 说实话咱们不是在奥地利试冠杯不也间接比拼过吗对吗啊我们是第五你们第几啊进前二十了吗啊还比什么呢啊广州比赛你们是09的我们除了孙晨熙还有一个叫毛玉博的是09的剩下全是10的 所以我就觉得呢既然你们的孩子已经去了特别厉害的培训机构对不对既然你们的孩子也是全国的挑选被选中了啊既然你们代表孩子已经跟这个机构签了合作开公司的协议了 你们的孩子已经成为了商品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关注一下自己的孩子不好吗啊你也别说你去的大连那个地儿就专业不见得对吧你以为荷兰的教练就专业吗专业怎么全国选才的最后打不过大连的一个地方的俱乐部龙卷风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啊踏踏实实就关注自己的孩子就行了无论你以前是再小将 还是你根本没在小将还是说你瞧不起小将既然你的儿子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去处你就你何必没事在在在聊宗宗宗小将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这么越聊不就代表着我们越吸引人吗你怎么不聊别的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事啊我们为什么说到今天啊我想跟这个人掰着掰着这个姓吴的掰着掰着 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心里对中国小将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他儿子七岁到九岁跟着中国租小将从幽七到幽九全国比赛全国集训啊去德国一分钱没花反过头来从德国回来没两天告诉说要去哪里还告诉还还告诉说去试训是什么训呢你之前没接触过吗 对吧然后这事就过去就过去了对吧我就觉得这样的事做法不合适啊不是说是说是你孩子出去呃花了多少钱的事儿而是说你不合适你呆着呆了三年了 你不是说是八台大叫请你来你是在这跟着三年了对吧你要说七岁你跟着你到八岁你翻人醒悟你怎么不走啊况且你走了我们没有任何的阻碍没提任何的条件走就走了你要踏踏实实的像陈寒爸爸一样不说话踏踏实实完了到现在还是朋友偶尔在群里还能聊会儿 对不对何必呢我就觉得这是何必呢对吧郎达成梁军浩我们到现在为止保持着那么好的关系对不对那是从祖小将的主基本上是主义的队员由于当时的这个客观条件确实祖小将无法满足他们在海南和在这个珠海的训练他们必然得去找一个平台 接受日常的训练所以当他们两个家长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坚决支持他们去复礼毫无条件没有任只有不舍但是没有任何的阻拦王阻拦都没有到现在为止我们去海南郎达成的爸爸专门开车从海口到穷中好几个小时给孩子们带去礼物 然后孩子们跟郎达成其乐融融到现在为止老梁梁军浩他爸爸小梁有什么好的表现都会跟我们来交流 这是怎么做家长的怎么怎么怎么差距这么大呢不但明白真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真是有时候真是没法聊 说不签约不挖人不不收钱 他说他这个姓吴的居然说我当时以信信信了我就来了祖小家 你说你这话说的我操你摸着摸着良心 你是个人吗 你七岁到九岁两年多的时间签约了吗 你花钱了吗 你走的时候我拦着你了吗 给你什么设置障碍了吗 然后他玩一个他轻信了这些话 然后然后然后他进来了 他拿这个话去跟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说 然后这小子还说说时隔一年 为什么我突然间针对他 你们还想不出来为什么吗 在这个时间当口呢 你们一想就大概明白了 你说他这个这就是所谓的腐黑春秋笔法 还听说你们老板跟那个女的那什么 那这是行正常 就这样他也不说是不是 他让你去想去 你说这人 后来我就你说祖小家 你说这么多人孩子 天约的拿出来证据 收钱的拿出来收据 对吧 至于说中国祖小将挖人 我哪个人不是家长 和俱乐部协商之后来的 我哪个哪个人不是说跟俱乐部有过沟通 至于说你进了清华府中了 那是清华府中的一个管理体系 跟祖小将没有关系 跟祖小将有关系吗 所以全世界 你问问全世界 全世界 哪个清训的机构 是 还是在全国选财的情况下 全世界 第一 不签约 第二 不收钱 就这两点 去问全世界 全世界 你家乡有吗 你身边的人有吗 不签约 不收钱 咱可别说 你就是一个家幼儿园的兴趣班 有吗 全中国有吗 所有的选拔是公开的 所有的比赛 不论是国内 国外 正式 非正式 能直播的全直播 所有入选的孩子 每一个孩子都经历了 很多比赛的实际的考验 接受公众的所有的这种检阅 所有的一切是公开的 我甚至连我们乐播 赞助费多少 我都会公开 我问问你有吗 有吗 你说哪个 你举个例子 你举个例子 就我上述 所有的这些公开 透明 公平公正 不签约 不收钱 不挖人 你告诉我 还有吗 你告诉我是哪个 是大连吗 大连不签约是吗 是吗 恒大不签约是吗 绿城不签约是吗 鲁能不签约是吗 谢运兴不签约是吗 你甚至你现在很多小小孩在学校里边培训也得交点培训费啊 我们非但说培训费不交 场地费不交 教练费不交 装备费不交 所有的交通费 时速费都不交 三年 三年 有吗 如果说有 你拿出证据来 就如果说我 我说的不对 你拿出证据来 你说你看 董路你跟谁签约了 乐波跟谁签约了 租小将跟谁签约了 你看你董路收谁钱了 正式比赛出国 全国比赛集训 你收谁钱了 收取队员的钱了 你收的装备钱了 你收的吃饭的钱了 你收的住宿的钱了 你收的教练费了 这都是明摆着的 但是呢 说句话吧 喷子黑子 你比方求生他们呀 无所谓 因为他们是病人 他们无所谓 而且他们本来以前就是 就是 中国最后的粉丝 现在直播就变态了 这些人无所谓 这些人 那么真正的那些 就是那些家长 就有一些家长 就跟这个 无 无什么 这个 这个上下勾连的 就那些人 你们 我说句实话 你们当中的大多数啊 都是他妈嫉妒 你儿子要有这机会 你能喊我爹 真的 就说你儿子 就是就是那些 就围绕着 无什么的那些人 如果你儿子有机会 进入这么一个平台 啊 不签约 不说自由 来去自由 不收钱 一分钱不收 两年十二次出国 全国各地比赛 一分钱不收 杨晨 给当教练 周宁给当教练 德国的教练也有 日本的教练也有 徐亮给交任一球 杨征指导给带 整体战术 还能到北京 接受 两好的教育 踢好了将来 接受 考核 如果达到标准 进入中国 最好的中学吧 之一吧 清华附中 同时还可以跟职业接轨 踢好了可以去德国 如果你孩子能有这样的机会 你管不管我叫爹 所以 我就说呢 我欢迎每一个人来中国租小将 一个无什么不代表 一个无什么不代表 中国租小将的孩子的家长 他代表不了 你想一个人 孩子七岁到九岁 在中国租小将免费接受 这么多的指导 居然一句感恩的话 都没有的人 你信他说的话吗 你听他的蛊惑吗 就这么一个人 你觉得他说的话 你还愿意信吗 你宁可愿意信他的 你不信李优安的爸爸说的 你不信邝罗雷爸爸说的 你不信张一驰的爸爸说的 你不信李子凌妈妈说的 你不信廖子超爸爸说的 你信他说的 你自己的判断力在哪 一个 孩子参加租小将 在场边站着 我们办这个华夏幸福冠军杯 然后突然间觉得 中国租小将要火了 翻身就 自己就在重庆 注册一个重庆小将 我不是说 必须我批准 我从来都没说过 没有问题 你注册什么小将 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个外人 我无所谓 我管不了 但是你的孩子当时 是租小将的队员 你好歹应该打个招呼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非得 就是你非得必须 我批准才怎么样 这是一个道义 这是一个为人的 一个最起码的 对吧 如果你孩子不是租小将的 你无所谓 等到我最后知道的是 很多重庆的人 给我打电话 说是不是你们在重庆 建立了一个分支机构 我说没有啊 他说那怎么重庆小将 起来了 怎么怎么扯几大 起来了呢 我说我不知道啊 我这才一打听才知道 哦 原来是他 你说 你说从德国回来 我说你哪怕你缓一个月 你再跟我聊 这都没问题 这他妈相当于尸骨未寒 你那边就开始蹦迪了 刚回国 我没两天 打电话说 我要去大连 视讯去 我心疼二 我说你跟谁打仗呢 本来我不想说什么 对吧 我不是说有什么阴谋 今天那个 我看这树先生 树先生啊 又按着这个 无什么的 这个 这个春秋笔法的引导 无什么就说了 说你看他为什么 这一年多 又翻出来 说我呢 针对我呢 那你自己去想啊 一定有什么目的 你自己去想就明白了 你看没有 这就是这吴的阴损之处 他不说他的问题 他呢 把公众往那边引 就引了就好像说 我针对他 不是说因为他 是因为另有企图 然后这个 这个以害年树先生 就开始了 这这喷的也有点文化啊 就开始 他说呢 是因为啊 中国族小将 一定是有的家长 要离开了 要走了 然后呢 说董璐 才以 无什么 为一个 为一个契机 然后呢 来敲山镇虎 什么的 你说这帮 你说他傻吧 他不傻 你说他聪明吧 他又是 惊傻惊傻的 我再重申一遍 即便说是现在 所有中国族小将 在侧的孩子 从我这 从我这 谁走都可以 从我这 任何人走 都可以 我不会有任何的阻拦 所以根本不存在 什么有的家长要走 我要怎么样 拦阻拦 没有 我把话放在这 矿照雷走 我都不会拦 但是前提是 你矿照雷走 我也相信老矿 不会像这个 无什么这样 翻板就咬 咬人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不会 这是底线 我们好合好散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也从来没有说 中国族小将 是最好的平台 因为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孩子 有不同的想法和诉求 我这满足不了的 别人给满足了 那别人他去 追求他的生活 这是天经地义 你要是在别的俱乐部 那不一定 你在李铁俱乐部 你别看现在李铁俱乐部 你都不能做到 你出去个比赛都不行 你打招呼 出去个比赛都不行 对不对 那么在中国族小将可以 中国族小将可以 你甭说出去比赛 你只要不宽客 老师不找 你出去比赛 没问题 你可以不跟我打招呼 你走都可以 我再说一遍 现在在侧的 中国族 所有的中国族小将的孩子 你就更别说 是有一些 一一的 可能都没有 还没有正式组队 那就更轻松协议了 那就想走就走 一零的很多孩子 也没有进入清华这个体系 那也是想走就走 从我这 第一 没有任何权力阻拦 因为我手里边没有合同 我手里边没有协议 你明白吗 这就是我最牛逼的地方 所有人 所有的那些黑子 所有那些喷子 所有那些搞清训的人 所有那些 外边的这些孩子家长 他一定认为 我手里边有合同 因为在他们看来 不可能没有合同 没有合同 你将来你怎么控制 没有合同将来你怎么卖 没有合同将来你怎么赚钱 对吗 但是我告诉你们 也手上 没有一份 中国族小将队员的合同 所以从这一点 你们就输了 因为你看错了 因为你主观一想的东西 是天方夜谭 是无中生有 因为中国族小将这么多 孩子 我能够公开说这句话 就表明我有足够的把握 我有足够的理由 把这句话说出来 我不会什么 不是说有人 那天突然拿着一个合同了 邝主蕾拿一合同 老二拿一合同 吴王拿一合同 张伯辰拿一合同 小戴拿一合同 孔六荣拿一合同 朱尼奥拿一合同出来了 说你看 你这跟我们签的 这就叫自信 就这一点 你们呀 那就只是这个 你明白吗 就这一点 你把我看成是 我必须有孩子的合同 而我本身没有 我悬赏一百万 我把话放在这 我悬赏一百万 来求一份 董路 乐波 朱小将的名义 跟孩子所签署的 各种的培训协议和经济合同 我悬赏一百万 谁能找着 这份合同 我给一百万 有没有 有没有 黑的们 那些瞧不起 中国朱小将的 那些各路诋毁 中国朱小将的人 一百万对你来讲 是钱 有吗 有没有来接榜的 输了给我五十万 现在就报名 你可以 你赢了 我给你一百万 输了 你给我五十 有没有 没有 就他妈把嘴闭着 如果有 就接榜 什么话都不说 好吗 有人说假合同 你也真的想得出来 你还能一假人 得了 有吗 全世界谁敢说这话 我 我敢说 有吗 你网上七岁的孩子 都在俱乐部里 签着合同 对吗 你们家跟大连那个 签的合同 他有这么厚吧 有吗 没有吧 没有就休息吧 行了 好吗 敢吗 你说黑了 我说我在树村也没人去 我说我假悬赏一百万 也没有敢接榜 你说这他妈怎么弄的 你说 然后我让你们干足小价 也没人干 你说这事 你说奇不奇怪 啊 好事 也没人干 赚钱的买卖 能挣钱的买卖 也没人干 你说这 你说这怎么弄 你说这人 你说这做点事 难不难 啊 你说做点事 难不难 明着干的 没有人敢 连真名都不敢漏 对吧 造谣蛊惑 诋毁的 无什么 你能找着合同吗 无浪 找一份合同 找一份你孩子 跟着中族小将 三年出去那么多次 国内国外的 你交了什么钱了 把你那 把你那收据拿出来 把你那证据拿出来 能拿出来不 拿不出来 把嘴闭上 赶紧把衣服还回来啊 你妈去年六月 管你要衣服 到现在为止 你还不给 你留着干嘛呀 砸窑呢 我不是说 在乎这件衣服 我就不想认你这人 我就算给我自己 一个教训 当初 你背着 什么招呼都不打 直接注册 组组小将说 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 但是我愿意 把人往好了想 我没想到你这么黑 你他妈四处 他妈扇阴风 点鬼火 赶紧的啊 无浪 把中国组小将的装备 交回来 好吗 从此一刀两断 别拿着小将的衣服 啊 我他妈觉得恶心 放在你手里 所以我要要回来 不是说你的孩子很好 我再重申一遍 你的孩子不错 踢球技术意识不错 平常也很遵守纪律 也很乖 啊 我跟他也交流过 我们在德国 啊 去德国之前 在德国 我还跟你微信 来来汇报 向你汇报 你孩子的状况 跟你来探讨 你孩子的情况 在场上的位置 发挥 你说你对得起谁 啊 你说你对得起谁 好合好算 那谁也不是谁的谁 你不能让做实事的人 感到艰难 你不能让真心对待你孩子的人 感到寒心 你不应该这样 你自己想一想 也他们老大不小的人了 不应该这样 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表率 你知道吗 你以为你出去 说中宗小将这个那个 你说我这个那个 为你叫好的人 是人吗 真正那些 有理 有理性的人 懂得人情世故 知道感恩的人 知道你 你是什么人呢 你知道有多少 重庆的家长 在发私信吗 给你孩子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好吗 但是你这个人 把衣服交来 我从此 我绝对不想再见到你 好吗 你走你的阳关道 以后我拜托你 不要说中国族 跟你没毛关系 你便宜已经占够了 明白了吗 你七岁 带着你孩子 四处走 一直走到德国 回来两天 你告诉我 你要走 去大连 而且关键 那大连那俱乐部 本身那个姓段的 就他妈不是 一个好饼 诋毁我 诋毁中国族小将 就那姓段的 完了你居然 能给他 看他这样的微博点赞 问你说 呦 我这不知道 我这忘了 我这不是故意的 你说你这是人吗 啊 吴浪 是人吗 差不多得了 好吗 我今天我看到你群里 可能也说了说 你自己有些事 做的不妥 到此为止 好吗 把衣服还回来 不再说你 好吗 你孩子很优秀 加油 好吗 有一天江湖见 场上见 好吗 好了啊 就说到这 好吗 我呢 希望 所有的 围观群众 你们多看 小将家长的 表达 你们不要听外界 因为外界 很多人都不懂 我今天 我今天 开播之前 我刚收到 杨征指导 杨征指导 给我发的一个 一个 一段微信啊 说董哥 看了微博 现在 嫉妒的人很多 不用搭理他们 我没认识你的时候 同行业 没有一个夸你的 但了解之后 我觉得这就是人性 中国人的本性 所以我们自己努力 让他们永远去追赶 这是杨征指导 跟我说的 很多呀 没有接触过 左小将 或者是没有接触过 我的人 他们的表达 他们所听到的东西 的确 都是很多负面的东西 最简单的例子 北京市族协秘书长 刘先生 刘先生 当年啊 恨不得我们都一个 被窝睡觉的 那么好的朋友 多年以后 我做了清训 他当了族协的官员 时隔十几年 见面第一句话 呦 你这左小将 可以啊 卖人的 你想想 一个北京市族协的领导 现在可能都是 都是第一把手了 十几年朋友 见面第一句话说 你哦 中国租小将 哎呦 可以 卖人的 我说谁 你听谁说的 我听中国租协说的 你想想 你说这圈里能说我什么好 但是凡是在现场看见的 凡是到了现场 凡是现场看了孩子们的表现 他们可能最大的吃惊说 怎么这 怎么怎么 他们有可能会说 这一个记者怎么把一个队 怎么带成这样的 但是他们的 至少说他们是热爱足球的 对吧 几十年 对于足球的这份热爱 能够让他们能够 能够直接表达出 对于孩子们的期望 因为这是老一辈的 这些 这些或者叫做 他们正直的足球工作者 他们自己的一个自然的流露 他不会纠结于 这个对我是什么人 我是谁 我是什么人 他们不在于这个 不在乎这个 他们看到的是这个孩子 你说徐根宝在乎我是谁 金志阳 池上斌 程耀东 朱广沪在乎我是谁 他们现在也不是在一线队伍 我评个球也评不着他们 因为他们可能以前 也听说了这个和那个 但是到了现场 实际观察 实际看 所以我就说你说 你网上道听途说的人 你有几个人真正的 跟中国朱小匠有过 零距离的接触 有几个呀 朱小匠这个平台上 来来回回 得大几十个孩子 有的我实话说 我可能都记不住 他们的名字了 但是我能记住 他的技术特点 有的来一次 有的来两次 有的可能来了一段时间 他总得要有动态 这么多孩子来来回回 也没见哪个家长这样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觉得好像 这个大连这个队 就跟中处小匠是天敌了 我知道你们大连老板 可能也是 也会这么想 这些来朱小匠人 都是不想去梯队的 如果没有朱小匠 这不都去你了吗 因为你那不是梯队吗 对不对 我能理解 对吧 那重庆市康那家长还说 会有更多的小匠在路上 你的意思就是说 会有更多的孩子 会去大连 如果真去 我认为我会支持 我会支持他们的选择 对吧 你大连做的是不错呀 对吧 你规避了 这个这个 所谓的培训协议 因为培训协议 16岁以前 都是违法的 真打官司 最后谁也说不出来 所以你跟家长 合股开公司 这是完全规避 非常聪明 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 把家长捆死 对吧 这也不是协议 这是一个买卖 这是生意 这种做法非常到位 我是学不来 我还有这本事 我也这样 对不对 你占51% 他占49%的 对不对 他占51% 你占49%的 多好啊 这事儿 谁也跑不了 公司都是大小股东 对吧 都是拿着原始股 谁也跑不了 这个做法非常厉害 这比一些那个 有一些机构 现在动不动签一培训协议 什么 如果要走了 什么赔十万 赔二十万 这东西真打官司 你根本就站不住脚 按实际花销 你花多少钱 对吧 你花三万给你三万 你花五万给你五万 对吧 你恒不得你弄一个亿 你说恒不得你一个亿 五千万 还是幸运星的 五千万多千万 你真打官司 你赔不了那么多钱 所以你就踏踏实实 你既然孩子过去了 别聊猪小将 对吧 将来有一天咱们厂上在干 对不对 咱们厂上见 总能碰着 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 抓紧时间 好好研究研究 赶紧把龙卷锋赢了 对不对 你们全国选财 花那么大力气 一个人投入几十万 对吧 外国教练团队练了这么长时间 最后你输给一大连的一个俱乐部 你这 说句老实话 我要是老板 我早要给他吵了 对吧 踏踏实实 赶紧的练练球去吧 你看我这个 今天我就开始看 浙江绿城 虽然说这是友谊赛 虽然说这个 要打四场 绿城呢 是日本教练 日本人呢 都是比较这个严谨的 日本人说 咱们说 开始约 约呢 我说行 我说呢 但是我们呢 有一个月的时间呢 因为北京呢 有特殊的疫情 对不对 全国都一直开始练了 我们呢 恢复练了没几天 崩 西城大爷出来了 北京又进入到这样一个 一个特殊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最近呢 就基本上没有合练 就那天练了一次 明天启程去苏州 到的时候已经傍晚 也练不了了 跑跑步 第二天能练两堂课 第三天绿城就来 连打两天比赛 我们 相当于一个月 没有系统训练 我原来呢 跟这个班尼说 我说你跟日本人说一说 我们呢 就18号踢 我们练两天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绿城方面说呢 呃 我们19号就放假 说如果去了 就踢一天 我们就 就是性价比不合理 啊 因为还得折腾到苏州 就不踢了 我一想 别去啊 干嘛这么大气性啊 对吧 不就是想多踢吗 我说行 可以 17 18 两天 一块踢 啊 09的踢四场 啊 每天上下五个一场 10的踢四场 每天上下五个一场 对吧 我一想呢 这挺好 为什么呢 虽然说 没有系统训练 有可能啊 整体的配合比较生疏 或者是体能啊 节奏啊 都会有点问题 但是呢 我认为这无所谓 这正好呢 这个以赛带练 然后呢 又可以呢 这个 这个 呃 发现一些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训练去 呃 有针对性的 呃 去弥补啊 然后接下来呢 又迎战这个南京古楼 啊 然后呢 再再接下来呢 再迎战这个 呃 江苏省冠军的0708 啊 所以呢 这个是 这个节奏还是可以 啊 最后我们争取能够在 呃 7月底啊 能够能够达到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 呃 一个一个一个状态 啊 然后再约一个比赛 再进行检验 啊 然后呢 我我跟班尼说 我说你跟日本教练说一说啊 就是我们能不能踢一场 11人 啊 小11人 什么叫小11人呢 就是90米乘60米 因为这个足球 标准场地是105 105乘68 66 我说呢 咱们踢个90乘60的11人 踢一场 但是后来好像反汇过去的 日本教练说不想踢 啊 不想踢 因为我 我觉得可能他们也觉得 他板凳可能 没有那么厚 啊 八人制还可以 可能踢11人呢 呃 费点劲啊 这个所以没关系啊 所以我们就会 就踢八人就踢八人 啊 踢八个人 八人制啊 这样的话就是 十七啊 十七上午 然后是十八 十七呃 傍晚晚上 然后十八号上午和十十十十十八号下午啊 我们就是两支队伍分别跟绿城的0910啊 T4场比赛啊 这个有不少苏州朋友老问说能不能够去现场看 能 没问题啊 具体地点我我现在说一下 你记一下啊 好吧 具体地点你你你你记一下啊 这个地方呢 叫做蓝点 Sport文化创意产业园 今天一直镜像呢 嗯 蓝点Sport啊 就是相当于蓝体育 这这这怎么老是 这个这手机差点意思 好吧 不用发微博 你要记事都记不住了 我估计你你你你你也去了 估计也得 也得迷路 好吧 Sport会吗 英语 蓝 Sport 创意产业园 你一搜就能搜 高歌地图有吗 百度地图也可以 Google也可以 Sport文化创意产业园 这这班地都飞平了 啊 蓝色的蓝 啊 Sport 体育 Sport 文化创意产业园 行吗 哎 这个就是 你要是最想看我们 你就明 你就你就后天上午去看我们 啊 后天上午我们就训练 下午也训练啊 然后你要看比赛 你就17号 18号去 好吧 所以这次是这样啊 这次呢 我先说一下我们 呃 09队的 09队的 名单啊 09队的队员是这样的啊 杨正义啊 杨正义呢 呃 一直呢 是在安徽老家啊 他爸爸呢 自己组了一个教练团队啊 带他俩儿子 呃 杨正义呢 呃 也也在讲教练的 南京古龙啊 也经常代表南京古龙比赛 也曾经在徐州练球啊 这个孩子呢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踏实的孩子啊 他他 呃 虽然说不是那么 那么张扬 但是呢 这个孩子 球风非常的稳健啊 而且呢 注意力集中 责任心强啊 拼抢对抗啊 也非常的 呃 勇敢 而且呢 他有一脚传球 是个团队型的 配合型的球员 呃 他呢 在去年 代表左小将呢 其实也打了一些比赛啊 一些关键比赛 也是主力 比如说去年 广域熊空杯 对对浙阳绿城 他应该是 打的是 防守后腰吧 啊 应该打的防守后腰 啊 这是杨正义啊 那么他在左小将的位置呢 呃 可能是后腰 也可能是 右边后卫 也可能是右边前卫 啊 因为他能适应多少 多个位置 杨正义 呃 然后就是吕梦舟 啊 这老大 啊 老大呢 其实他在八人制里面呢 呃 实话说呢 他在各个位置上的竞争力都不是说 就是特别强 啊 就是你要让他打主力呢 可能会有点困难 但是在未来的十一人制的比赛当中 我认为老大会 呃 会时不时的会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啊 这个就是 你比方八人制 你让他打什么呢 比如说你让他打后卫吧 他可能 呃 防守呢 可能会 会 没换啊 他弟弟就得顶他 这边还有张宝晨 还有这个小邝啊 呃 等等 吴王啊 所以呢 老大 呃 未来的话呢 我认为在十一人制的中场 啊 他会有很很不错的机会 因为 因为他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他的球路是不不是一般的 啊 就是他 他是出人意料的很多东西 就是他的一拐一抹一个假动作 全中国组小将做假动作做的最好的 是老大 啊 做假动作这方面做的最好的是老大 而且老大就是他当这个球出来二点球 他拿下来之后 他有一条龙的能力 啊 他的突破跟老二不一样 老二有时候是耍脚腕子 然后这个 呃 变相啊 啊 或者是 或者是转身呢 老老大呢 就是用自己节奏 他就用自己的节奏 他的节奏跟别人不一样 你跟不上 啊 他不是不是不是多快 但他节奏 啊 有他自己的节奏 然后就是 呃 魏子轩 呃 魏子轩呢 来组小将也是 很很长时间了 呃 老魏呢 也曾经跟我呀 呃 推心之腹的聊过 说这个 董老师 你看这个 别的孩子都有大体的位置 说我们这个 魏老二怎么 一直都没有固定位置 呃 有时候打左后卫 有时候打右后卫 啊 有时候打中后卫 有时候打后腰 有时候又打边风 啊 然后我呢 实话讲的 我就我说老魏啊 是这样啊 我说第一呢 你看啊 第一 这个事啊 你你这么看 第一呢 他打了那么多位置 证明着什么呢 证明着呢 他在哪个位置上的发挥 可能都都有点小缺陷 啊 比如说他防守的时候 他有时候注意力会分散一点 比方上盯人 那个时候盯不着了 注意力会弱一点 进攻的时候呢 他的绝对速度呢 呃 欠缺一些 而且呢 竞争的这个对手 又又非常强 所以呢 就造成了 他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位置不固定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后来跟老魏说 我说老魏 你看啊 就是这么多的位置 我不断的还在尝试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证明着 我很看好你儿子 我很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 他最适合的位置 哎 我说你这么看 如果说 他就打一个位置 他老不让他打 那他可能就是 就另外一个层面了 对吧 其实魏子轩还是有很大进步的 尤其最近 就是这个不是最近的 就是疫情 因为他回到青岛之后啊 跟这个 杜文 邱中辉 邱中辉啊 就原来曾经在 公安校立馆的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老的职业球员 跟他练了练 我觉得有很大进步 魏子轩 那将来的话呢 八人制呢 我是不想让他打后卫了 但也没准 让他打个右边右边前卫吧 十一人制呢 魏子轩也会有更多的发挥 然后就男子轩 小男呢 应该说 他这个是原来是边峰出身 边峰出身 后来呢 在上海 18年的时候 我给改 我给改的中后卫 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在对拉马西亚呀 还是这个 在这个德国 但是奥地利他没打 你知道为什么奥地利他没打呢吗 因为奥地利啊 那个场 那个节奏太快了 场地小 节奏太快 就是 他的弱点 他的优点可能发挥不出来 他的弱点呢 有的时候反而暴露出来了 因为外国孩子光光冲 直线冲 小男呢 他整个的预判能力非常强 大局观非常好 但是呢 他的转身是他的 比较比较致命的一个弱点 他现在其实好多了 他练核心力量 虽然说现在也没有伏击 但是呢 他核心力量上来之后 他跑起来会更有劲一些 所以呢 他不是 他跑的其实不慢 他只是转身慢 就转身有点慢 他跑起来不慢 对吧 就跟这个叫什么大卡车 大卡车其实就转弯慢 要真是在高速上 他搂起来也不见得多慢 他是这样的 所以男子勋的未来的话呢 他的位置 八人制他肯定是中后卫 如果要是十一人制的话呢 他有可能会打后腰 也可能会打中后卫 这个因为十一人制就两个中后卫了 这是男子勋 然后接下来就老二 老二呢 在我印象当中 他有过非常多的精彩的进球 但是在我印象当中呢 同样深刻的就是 他有几次非常致命的 一对一的防守的失误 比如说对黄马 对黄马的第二个丢球 我们零比一落后呢 正想全力围攻的时候 对方打进了第二个球 而那个球呢 恰恰就是对方中场断球之后 把老二给过了 因为当时呢 老二让他踢的是左后卫 就给过了 然后还有就是对青州FCK 刚开场两个分钟 对方的这个是77号还是7号 在左边路 老二当时让他踢的右后卫 他上去就扑被人过了 所以我就跟老二说呢 我说呢第一呢 你不要被就是你要一定要 你一定要学会防守 我说世界上只有两个队员不防守 一个是梅西 一个是C罗 在你成为这两个队员之前 你必须去防守 而防守最起码的 就是不要被轻易的 一对一的突破 那这一点我想他记住了 当然了这这两次 我要深刻的这个 一对一的防守失误 也给我一个一个 就是非常深刻的教训吧 就是不能让老二打后卫 不论什么情况下 宁可我上 也不能让老二打后卫 但是老二呢 踢十一人制呢 有一些人啊 就是底下跟我探讨 说这个老二啊 踢十一人制 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他们的分析 我实话说 也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老二 他的绝对速度 其实不是优势 那么当场地大了之后 他直线带球的这个威力 肯定要远远小于小场地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今天就看到这个镜头 我们对浙江绿城 其中有一次反击 小赵中场分给了他 他在左路带 过了半场之后开始一直带 几乎形成单刀 但是绿城那十七号 从身后在他射门之前 给把这球场 我相信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小将的 这个铁杆球迷 应该记得住这个 这个场景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 实际上呢 只有两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解决办法呢 就是让老二靠近球门 也就是说呢 当他拿球的时候 如果能在进区前面 进区前沿 他把这人过了 那就或传或射呢 就有威胁了 你不能说 就是打反击的时候 老二的威胁可能 就是就直线带球 就就不可能有威胁了 所以第一点呢 就是整体队形压上 让老二更近 更贴近对方的球门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压不压上 有的时候不是你能决定的 因为当你面对这个强队的时候 你想压也压不着啊 你也压不了啊 那么就是得让老二呢 去转换 让他成为一个 在在中后场的一个团队型球员 在前场的一个个人英雄主义 这两者结合 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 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讲 不是很容易 因为他需要有一个转换 但是对于想要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 这么一个老二来讲 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事 我最近一直在跟他交流 就是中后场要成为一个团队型球员 而在禁区前沿 要显示出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 这是两点 能做到就行 如果你中后场 开始就想个人英雄主义 越踢越难 如果你在到了禁区前面了 你不发挥你的突破的优势 那他的弱点也会暴露 也会暴露出来 所以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因为这场 这个苏州呢 我们跟这个南京鼓楼的蒋教练约好了 我们打一场八人制 打一场十一人制 那么十一人制的时候呢 我会测试一下老二的位置 按说呢 他是打左边风 是最合适 但是呢 邝少雷也愿意打左边 张伯辰也愿意打左边 所以左路呢 这个边风这个位置的 可能有点 有点人 有点鱼 那么能不能打433的 一个左边的前腰呢 这个事呢 我们会啊 我们会 搬进什么了 我们会这个 来进行一个 一个一个调试啊 到时候 十一人制的比赛 我争取给大家转播 也看一看小将 正是八景的第一场的 十一人制比赛 好吗 然后就是赵松原 我这么说 可能时间有点长哈 我简单说吧 赵松原 赵松原呢 前一阵子是 跟小伙伴 嬉戏打闹的时候呢 手撤地了 骨折了 手直的骨折了 然后现在呢 逐渐就恢复了 挂购物车是吧 没挂吗 我错了 我错过了好多 好几个亿 实话说呢 这个 就这种啊 这种 这种 内容为主的带货呀 其实是 其实是很难 它不像那种纯带货 人家进来呢 人也知道 人家干什么 这个内容 这个呢 你讲讲的内容吧 完了你说你 你突然之间 你再说 说点 说点这个带货呀 可能就麻烦点 老百姓呢 就普通观众呢 也不愿意去 去去去 听着听着呢 就再去买 再再说吧 无所备 好吧 赵松原 赵松原呢 肯定是中锋了 是吧 杨晨指导 非常看好赵松原 杨晨 小赵呢 应该说 也是进步非常大 小赵 小赵 其实是我们从恒大 湖口拔牙了 因为是一 一九年年初吧 一年半以前 然后我们去参加恒大杯 我们参加恒大杯啊 然后小赵呢 正好就是 他爸爸带着他去恒大了 然后去了恒大 当时呢 就在一个场地上 他代表五队 哎呀 代表恒大五队 然后我听说了之后呢 我就过去看 我就看这个小赵 在这个恒大 这个零九五队的比赛 然后我当时的印象 就是说这个孩子 踢球有自己的想法 他老挑 挑球过人 我这没息啊 但是呢 他当时实话说 跑动也不积极 然后呢 踢球也比较软 所以当时呢 我就觉得 这个这个 说如果要是 现在这个当时 那个水平是不够小赵的 实话说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孩子呢 他就是 他这个踢球的那个 那个感觉 那个那个协调 就那么大个子 但是能有 能有那种想法 就是一个 粗衷有戏的 一个孩子 就看上去 是一个大个子 大块头 但是呢 他有些动作 吸引了我 最逗的是旁边呢 我认识一个 一个教练 那个教练说 说你把他 你把他呀 你一定 你一定 你一定把他 留下来 就是你一定要把他 弄到小匠去 你让他守门 真的 他说这孩子 就这身高 09的就这身高 这腿长 胳膊也长 这将来守门 一点问题没有 你好好练练 就你守门员 我说是吗 那个教练跟我说 真的 他说你放心 我这眼光可以 这不后来吗 后来呢 就回到北京之后呢 因为正好呢 小匠去这个清华 这个上帝小学 正好小赵是上帝小学 然后我们去参加这个开学典礼 他们这个上帝小学的一个女的体育老师 原来是女族的 然后就找到我 说 说这个董老师 我们学校有一个孩子 你带着他练练 行不行 就是到小匠带着他练练行不行 我说 我说他们都一个学校子了 还有什么不行的 我说谁呀 一会儿叫来了 我一看 小赵 我一看这不我外生吗 来吧 就这样 就来了 实话说 一般说视讯呢 就是一个礼拜顶多了 坦白说啊 坦白说 就是这头一个礼拜呢 小赵是懵的 就是在场上也懵的 因为他一看这矿照雷 老二这都如日中天的 这都如雷贯耳啊 所以呢 就是 这个这个 发挥的也是 就是有时候在场上都不知道怎么跑 所以当时呢 实话说啊 我说实话 其实有很大的阻力 就说这个肯定 是达不到小赵的标准 但是我总觉得呢 这个孩子身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他他第一堂分队比赛 他就马上分完队 马上开始了吧 他突然间跑跑到我面前 他问我 他说舅舅 对 他说大舅 咱们就是我能把球挑起来过他吗 他问我 就是他你发现没有 就是这个孩子他有时候 这个举动啊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就显示出他很纯真的这么一个 其实他确实比较小 你别看他大 你别看他个大 他好像是几月份的 小赵是八月份的吧 是不是八月份的 不是二九 对二九 他就问我 他就你说你说你 你试想一下 就有没有 你能想象出来吗 这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完了有一个孩子跑向你 他问你个问题 他不是说教练 咱们是开球是先打呀 还是怎么着 他问我 董老师我 我能不能挑球过他们 我能不能把球挑起来过他们 我说 我说 这 我说 这 这有什么不能的吗 没有你 但是 但是一场比赛 我也没见到过他挑一次 对啊 但是他这句问话 是是深深的 印在了我的这个 这个心里 就我当时就对 会对这个孩子产生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 呃 一个一个感觉 我说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就是你想想 你说谁能突然间跑过来 问这么一句话 说我能不能挑起来过他 特别有意思 啊 然后呢 一点点的就开始 变得 变得变得很 就是逐渐逐渐的吧 就体现出了他的这个能力 啊 就是在 但是在奥地利 他没怎么打 虽然他有几个进球 但没怎么打 我也说了 就是奥地利呢 他这个节奏太快 场地小 他大支啊 有的时候他掰不来 但是客观说 就是他经过了一系列的魔力 包括去年的伊斯卡杯 然后奥地利 然后 到了 他那个什么也没参加 他那个 哦 到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 就是十月份的那个 精英杯 啊 你看精英杯决赛 他就 最佳 射手了 对不对 就等于说 他三月份来 然后四月份呢 去打了伊斯卡杯 伊斯卡杯也没怎么上 打黄马 就最后五分钟上的 最后三分钟 但是他在那个 我们之前打那个赫塔费 还是打谁 谁来的时候 他光光有一大脚远射 他漂亮 啊 韩国也去了 对韩国 从韩国开始 他开始起范 奥地利他还不行 啊 奥地利就是 他 奥地利他没怎么打 但是呢 他他有一个镜头 特别厉害 就是我们 揭幕战赢了 那个奥地利那个队 他有一个照片 看见了吗 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庆祝的时候 他开飞起来了 啊 跳起来 李小龙 有那么一个 啊 班尼你找找这张照片 找这张照片 发一下 嗯 伊斯卡贝去了 对 然后呢 就到我们去 我们去韩国 韩国是几月份呢 韩国是精英杯决赛之后吧 韩国是精英杯决赛之后 精英杯决赛 达鲁能 他第一个投球嘛 是吧 然后他是整个的这个 整个这个比赛的最佳射手 最佳射手 而后来去韩国 去韩国就玩那些兴趣班啊 就是就是暑假里啊 暑假里啊 那那就是对韩国 去韩国呢 就开始有点起范了 就打那些兴趣班 他就全是全是一条龙 然后再到这个广玉星空杯 到广玉星空杯上呢 其实他表现的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 回来受伤了 为什么安居客杯 他没怎么打 这里边啊 我跟大家来交代一下啊 为什么安居客杯啊 他开始没怎么打 而是何浩元打的多一些 就是因为呢 他在安居客杯之前 有一个礼拜是受伤了 没练 他没练 他没练 所以呢 而当时在热身赛当中呢 这个何浩元呢 表现的非常不错 屡屡进球 所以呢 就对米兰两场比赛 他都有机会 他最后又进了两个球嘛 对米兰进了两个球 赵松源 然后张伯晨 张伯晨呢 其实是非常有特点的 据张伯晨的这个教练啊 就是原来俱乐部的教练说 之前呢 这个人带过何小柯 何小柯现在是非常优秀的 中国的球员 16 又16的 国家队的 他说呢 同期张伯晨呢 比何小柯要好 当然这话咱就这么一听啊 我我只是 我只是原意 我并不不认同 因为我没有见过 11岁的何小柯 我我只见过 10岁的何小柯 但是10岁的何小柯呢 没有入选 我组织的 1212岁那队伍 这是我一生当中啊 犯的最大的错 就此呢 我要向 小柯妈妈 表示歉意 实在是 这个有眼无珠 也不能 也不能怪别人 还是怪我呢 当时啊 没有看出来 这个小柯的 这个 未来的潜力 因为当初呢 我组 我都是 02的 01 02的孩子 然后04的小柯 上去比划 我就没有 没有看清楚 这是我的错 这是我的错 但也好 要不然的话 就被我给卖了 然后呢 就张柏晨 张柏晨 我觉得 我挺喜欢这个孩子 原因就在于呢 他 他对自己有要求 我喜欢 对自己有要求的孩子 就他刚来小将的时候啊 他根本不防守 真的 他根本不防守 他也不会防守 就是往前面 前面一站 丢了球 完全在那儿看着 后来我明白了呢 这个啊 源于什么呢 源于他原来 踢球的习惯 因为他在原来 那个队伍里面 就是这么干的 就是别人去抢 抢完了给他 他突如突如进去 大门 完了 结束 所以他原来的教练呢 可能在要求上 就说你不用防守 所以久而久之 用尽废退嘛 对吧 用尽废退啊 原来人也是有尾巴的 人呢 最开始都有尾巴 但是后来发现尾巴 没什么用 一点一点一点就缩了 原来这么长 这么长 香肠这么长 对了 香肠 今天香肠上了500根 不是不是300根 赶紧的 香肠39块9 最后一波 这百分之百最后一波了 这是昨天说的 昨天说的香肠最后一波 39块9 这个 我跟我老婆说一下 有香肠吗 老婆 妈 对对对 谢谢 好 大概没什么事吧 我明天早 给我订个车啊 明天早上七点 明天早上七点呢 我就出发 咱高兴 咱就聊了明天早上七点 也无所谓 好啊 反正今天晚上给他聊完 不再放放大家鸽子了 因为最后留下来的都是 都是真正的这个小匠的铁粉 包括黑粉 是吧 黑粉每天都 我们坐在高高的古堆旁边啊 听爸爸讲小匠的故事 黑粉都是这种状态 三百 就三百 三百 三百份啊 大家抓紧时间 把它都买完完了 好吧 省着操心 这边没有 这边没有 这边得这个 这边得到那个宝宝 搜微醺王 店铺啊 店铺搜微醺王 或者你就到到 带着到苏州 对 就是今天卖不了的 都带到苏州去 好吗 今天卖不了的 我都发到苏州 给孩子们吃 就是今天剩下的 今天剩下的 你明天给我发到苏州 到时候我给你 让班尼给你一个地址 你都给我发快递 发顺丰 好吧 给我发到苏州 就给孩子吃就完了 我跟我这朋友说 有人说买了五十根 大哥你别 你别蒙我吧 你买五十根 这是订车的 李师傅 喂 哎 哎 对对对 对对对 对 好 谢谢 好嘞 明天见 明天见 好 然后这个 就是张博成 在来小将最大的改变 就是他会防守了 后来呢 他他后来跟我说 他说他妈妈跟我说 说这个博成呢 就是回去之后就反思 我说反思什么了呢 他说 他说我没有想到 矿状雷都那么 那么积极的防守 他说那我也得 得做到这些 你看 要不怎么说 这样的孩子 他对自己有要求 而且他也会有自己的思考 他会去观察 他会去跟周围的队友去学习 然后一点一点的 他非常拼命 喂 对 就是给 因为张博成来小将之前 他想必听说过矿状雷 对吧 或者说 就是周围的人也会 也会提到 他也会知道 然后他来到小将 他 他待了两天 之后 他就通过两次 这个训练比赛 他就发现了 他跟矿状雷巨大的差距 并不是说速度或者技术或者破门 他当时来的时候就进球 而是在防守 所以他后来就开始格外的努力 我能 我就好几次看见他 从前场一直追追追到门前去 铲 把球铲断 或者是铲打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呢 也是 也是挺难得的 真是挺难得的 因为他从小是在一个 非常非常受 受宠 宠爱的这么一个团队嘛 因为他是射门机器嘛 对吧 就是破门 进球都靠他 所以他用很短的时间 就形成了这种防守的意识 这一点 确实非常难得 然后接下来就是吴王 吴王 吴王允祥 吴王这个队员 我坦白说啊 我坦白说 我后来接触到的 每一个和左小将 有过接触的 业内的人士 其实 如果我要让他说出三个 他印象最深的队员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吴王 这是一个共同的认识 这就是其他两个人 可能有不同 可能有人看好这个 有看那两个 有看好这个 但是只有吴王 是在每一个前三名 所以这个 我不得不说呢 就是良好的家教 然后给他一种积极的引导 再加上他本身呢 是一个善于思考 善于总结 比赛也动脑的这么一个孩子 虽然说呢 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呢 我呢 曾经给他 带去过 可能并不是很美好的 一个一个印象 因为这个 谢谢 因为我要吃肠了 因为我要吃肠了 这个肉啊 是非常丰富的 朋友们 啊 淀粉只有56% 好吧 不咸 啊 360克 39块9 在猪肉涨价的大背景之下 我认为可以 非常好吃 这不让喝酒 这来杯小白酒 最好 这个孩子很单纯 我们在 我们在树村训练的时候 他 他那个 骑着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电 那个两个脚 那一站在那 就来着 他家离得近 然后他到门口 就把车扔在那 他就进去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 我说你这车就放这 你不怕丢吗 他说 不可能 不可能有人哪 他认为不可能有人哪 我说你还是搬进去吧 好吧 你省着你爸爸 明天又得买一个 他很单纯 但是他很大于思考 他的解说 给大家留过很像印象 是吧 他很优秀 所以未来呢 就是这次比赛呢 他应该出现在 中场 中场 也可能会出现在 边风 他和艾瑞克呀 是一个队的 当年摆队杯 我们呢 是法典球赢的他 赢的艾伦 现在呢 就当初呢 艾瑞克呢 是场上的 这个这个这个 中场 然后吴王呢 是当时的前锋 其实我非常感谢吴王 吴王呢 那场比赛呢 打丢了 可能两个 必进球 如果吴王把那俩球 打进去 就不可能轮到 法典球 那么不可能轮到 法典球 就证明着我们 已经被淘汰了 惨败 如果那场比赛 失败了 我不认为 我有足够的 勇气和力量 萌生一个 组建中国组小将 这样一个想法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之所以说 当时一个冲动 要做足够小将 是因为我赢了 那场比赛 因为在我看来 艾伦是一个 非常强大的 不可战胜的对手 但是我们运气好 我们最后赢了 所以我也很激动 然后 然后 就是就是 甚至赛后哽咽吧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而且那场比赛 有三十多万人 在线同时观看 很多人都哭了 我说一件 一个踢球 能把人踢哭了 我认为他一定 有他的精神力量 就是一场孩子的比赛 能把很多的 普通的球迷 弄哭 我认为 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当时 就瞬间感受到 这件事情 不管 是谁来做 它一定有价值 就是因为 一场普通的八岁孩子的比赛 能够让人热泪盈眶 就这一点 让我坚定了 去做足小将的 这个勇气和信心 这是我说的实话 所以 所以吴王呢 这个 也算作是足小将的 这个 也应该叫创始人之一吧 对吧 也应该叫创始人之一 班尼你记住点啊 将来如果 如果足小将真的发达了 吴王有一份 好不好 但是我更希望看到的 不是吴王打丢的那些球 而是在未来 吴王能够为中国足小将 打进更多的球 好吗 吴王呢 就是他的性格呢 相对来讲温和呀 可能 就是 他温文尔雅吧 就是我想 让他变得更加暴烈一些 将来记住 哦 刚才吴王爸爸给我刷车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吴王爸爸 我跟吴王的爸爸们 有时候会就技术战术 我们平常不怎么聊别的 因为我在我看来呢 家长和家长呢 还是有区别的 有的家长呢 是照顾孩子的生活 是吧 关注孩子的学习 有的家长呢 可能也自己在创业 那么吴王爸爸呢 更多的就是专注于 这个足球的训练比赛 技术战术 他呢 最开始他不会跟我聊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呢 这个吴王的身上呢 能够体现出来 一个家长给予他的一些 足球方面的理解 因为他爸爸也是一个比较 不是那么 就是不像刘凯元爸爸 自来手 所以我就认为呢 我有必要跟他爸爸聊一聊 因为在我看来 我估计 他爸爸是可以聊出东西的人 因为我从吴王身上看出来 所以因为我每次都是主动的 跟吴王爸爸聊 给他发视频 然后跟他有些交流 他后来也觉得 也是可以跟我 那个就是无障碍的沟通 所以我们经常 会就这个 也不聊不聊别的啊 家长里短什么都不说 就说了就就聊 今天哪个比赛 哪个情况 哪个吴王的表现 或者球队的表现 或者是 整体的训练的情况 我们会交流 我觉得这一点 我当初也很大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文道有先后 数也有专攻 就是不是每一个家长 我可以跟每个家长都聊 但是不是跟每一个家长 都可以聊 技术战术 到一个什么样的层面 这一点 这一点不是 不是行业歧视 我不是王兴 然后接下来是黄梓杰 黄梓杰现在跟着吴老练 坦白说呢 吴老 给黄梓杰呢 带来了 一个 非常非常 大的一个提高 所以 所以紫杰呢 也一直很 很听吴老的话 我跟吴老呢 隔三差五呢 都会交流 我非常尊敬 吴老 吴老前两天跟我说 他说他有一些心得呀 他说但是呢 现在带的对的 带的孩子吧 有点太大了 他说我把这些孩子带到小学毕业 如果我的身体允许 我想从 他想从比方说七岁的开始再带一波 他觉得九岁 他觉得十岁开始带 有一点晚了 就他的有一些想法 有点晚了 他希望呢 能够从 更小的孩子开始 这就是 非常 这个执着的 然后 质朴 又 又 钻研的 吴老 真的 把这肠买 买光了 行不行 你们这边不吃肠吗 这边 这边买了吗 下单了吗 肠 百分之百是最后一波39块9 我不骗人 明天再上肯定是46块9 因为这个我可以做主的 这是我是可以做主的 我可以决定的 我不是忽悠 我不是说明天还卖39块9 不可能 接下来就黄宇超 明天黄宇超 去了苏州之后跟绿城 我一定派他上场 因为黄宇超在八岁的时候 被当时的日本 当时的绿城的日本教练 一眼相中 最看好的就这个 99号 然后戴佑哲 小戴 小戴应该说 他也是 其实他是七月份的 他是其实比一般小孩可能小几个月 他身体不错 然后踢得越来越清楚 然后可以打右后卫 可以打右边前 中锋 中后卫 我实话说呢 就是小戴呢 只要最后不不 就是兴趣不转移 就是兴趣不转移 他最后提升职业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实话说 原因就在于呢 你不管他可能有点缺点 比如说他基本功不是很扎 他踢球晚 或者有时候阅读比赛 他小的时候阅读比赛能力会弱一点 但是他这个身体 他这个身体确确实实是非常出色 这实话 因为他爸爸以前就是 中场跑就很厉害 黄马球太看好他 我当时问我说 您为什么看不怕 他说他的上下能力 就是他的上下能力 就是折返 就上去下来 上去再下来再上去 一般来讲 小孩最多一趟半 就是呜呜上去了 呜呜回来了 再往上走的时候 就走到一半 就差不多了 但是小戴能两趟半 呜呜呜呜呜呜 你别忘了 我的感受 基督球 身体第一 头脑第二 头脑第二 就是意识第二 身体第一 意识第二 精神力第三 技术第四 这是我在判断 你们可以反驳我 你有没有发现 即便是在欧洲五的联赛 豪门队伍当中 也有的队员 你会觉得他球伤 其实很低 你发现了吗 你比方说奥利耶 你觉得球伤高吗 你觉得球伤高吗 咱们实话实说 你觉得球伤高吗 我告诉你 真的不高 就是豪门球队 有时候你会发现 那个错误 是我们的孩子 都会比较重要 无王 就是比较聪明的 都不会犯的 都不会犯的 实话说 但是他们为什么 还能够 就这球伤 就是什么二打一 二打二啊 这个人 我看这个人 这人拍一敲了 这人就插了 你这个球 你马上你得回来跟他呀 你还往那边看 诶 传了 人走了 二打一 就是这种球伤 说句实在话 在左小将 是中下游 是中下游的 就包括有些 求了处理位置的选择 但是他为什么还能够踢 他为什么能踢上 五大联赛的职业 就是身体 真的 就是身体 没别的 就是身体好 然后 然后 然后这个 敢拼 敢干 就行了 技术 头脑 技术有点 头脑 一片降虎 完了 无所谓 但是我这么说 有人 我这么说 不是说小戴 是这样 我不是这么说的 其实小戴 越来越开窍了 在很多的 这个位置 因为他 我说了 他小 第一 他年龄小 你别看他高 他小 第二 一个 他踢球的时间短 踢球的时间短 所以他球性不足 另外呢 可能在小将队伍里边 他最开始在南京鼓楼 是踢前锋的 到了小将 一看前锋不行 前锋 矿照雷 老二 这一下就战俩 后来小赵来了 张伯臣又来了 吴臣 吴王又来了 再加上黄宇超也能踢 一下就是 没有位置 就是 这不多 我们还有这个 何浩元也能踢前锋 所以呢 就挪 往后挪 挪到右后位 那么实际上 未来呢 我个人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啊 未来呢 小戴啊 踢中后位的可能性大 就如果将来有一天 他真能够接近职业 未来踢中后位的可能性大 为什么他有鱼回锥 因为他身高在那 他也投球 啊 当然踢边上 他踢边上也行 也行啊 也行啊 香肠卖完了 不会吧 那我就本来说 带 我本来说要带到 卖不完就剩苏州的 呃 卖完了吗 香肠 别卖了现在 剩多少 明天给我发快递 发到苏州 好吗 啊 这是小戴 小戴 然后下面是 李显文 啊 李显文 就是今天我没有想到 李显文 应该是他爸爸的指笔 啊 李显文的爸爸呢 呃 站出来呢 为左小将来说话 啊 我我我实话说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想到 啊 因为在我看来呢 可能 显文呢 人是就是不想 就是不想惹太多的是非 啊 就是 他的事实过日子 他的事实学习 他的事实练球 呃 他的事就是 就是岁月静好 啊 但是我没想到今天呢 显文 我想应该是他爸爸的决定吧 我想爸爸呢 在微博上呢 来 陈述着 他作为中国族小将的这个创始 队员之一吧 然后 这几年啊 在中国族小将 啊 他所经历的和感受到的东西 啊 曾经的这个黑子啊 尤其是池塘秋生 嘛 他呢 一直呢 跟显文那儿呢 呃 就是想 呃 因为他在他看来 他觉得呢 显文和孙真熙呢 是离小将有点 好像越来越远的意思 啊 所以有一天呢 好像池塘秋生啊 兴奋的宣布 啊 李显文跟董路已经没有关系了 啊 就非常高兴啊 然后喜讯传边寨 啊 咱们在喷子群里边都已经 放鞭炮了 准备发红包了 啊 太好了 啊 又一个脱离苦海的啊 呃 但是 我实话说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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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显文参加这次 呃 训练 呃 显文呢 最早呢 五人志打中后卫 啊 后来在 左小将呢 也打过 中后卫 啊 也打过 呃 前卫 啊 其实他真正的 真正的位置 肯定是中场 啊 肯定是中场 啊 前不久我们 这个会信 零七零八踢 啊 显文呢 也踢过右 右边前 啊 也踢过中后卫 其实 李显文是一个踢球的材料 啊 真的是 我我其实非常看好的 但是他呢 可能就是训练呢 不是说特别系统 啊 训练不是特别系统 但是呢 就是他有时候经常能够 你会你感觉到好像他的 他的训练不系统 但是当他一旦到场上的时候呢 在某一个时间段 就他不可 他因为训练是不系统 不可能 比方说五十分钟比赛 他不可能持续打下来 但是他在出场的那个时间段里面 比方说二十分钟 或者二十五分钟 他可以踢的非常非常高的水平 非常高的水平 这可能一个是源自于他本身的 这个天赋和能力 还有就是他 他也有咬牙的这个精神 他觉得我要上场 我就不能丢人 我得努力的 我得拼 拼干净了 把体能拼干净了算 但是呢 我绝对不能掉链子 不能稀里马虎 就这一点 他确实有着中国租小将 第一任队长的这个风范 传承着小将的精神 其实李显文是第一任队长 后来江景奇 对吧 我觉得这两个孩子 本身身上都有这股 这股不服输的这个劲儿 包括邝赵雷 他们都有这股精神力 都有这种精神的力量 然后就是何浩元 何浩元呢 本来呢 也是也是很想 就是很有可能呢 就是就是 今年就来北京上学 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呢 可能就耽误了 具体什么情况 都是在说 何浩元我认为 为什么就有一些 有一些家长也跟我交流过 说他们可能 他们不看好何浩元 这实话 包括有一些球迷 可能也不太看好 但是从我内心角度来讲呢 我实话说 我挺看好的 就是虽然说 他现在的表现 确实没有说 说到一个 让我必须得 另眼相看的这个高度 但是我只是觉得 隐隐的觉得 我觉得这个孩子可以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呢 就是他身体还不错 我们所说的第一个身体 第二个呢 就是他是一个团队性的球员 就他将来是可以为球队 做牺牲的角色 因为等你到了十一人制 你的场上跟八人制 就有所不同 八人制各个点的闪光 都有可能给队伍带来 带来这个足够的帮助 但是十一人制 一定要有人去牺牲 这是爱 爱其实本质是牺牲 我怎么说这句话 就是他是可以为一个 集体去牺牲的 这么一个队员 当然所谓的牺牲 不是说那种无条件的牺牲 就像当年德罗巴 一个人冲在最前面 他也会感到很痛苦 孤立无援 但是没有他 就没有罗本 就没有达夫 就没有乔克尔 就没有兰帕德的远射 就没有那些边风的突破 所以 另外一个他肯练 他整个疫情期间 每一天他练的情况 他爸爸都会放到群里 我认为呢 就是他练 就是练和练是有区别的 就是 你知道就是我现在看 看很多东西啊 我这跟大家来交流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 这个疫情期间呢 都会有孩子 家长录一下 然后呢 这个发给我 其实每个孩子都还可以 但这里边是有区别的 是有区别的 我教你们怎么看啊 第一呢 是甭管练什么 你 你不用管他练什么 你看他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肢体语言 就是一个 一个孩子练 就认真的练 和走形式的脸 动脑筋 专注的脸 和机械的脸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一组跟一组之间的间隔 这个间隔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真正练的人 他这个间隔 是不是完全百分之百放下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明白我说的意思 就是真正 他 就是他练完一组 他接下来他歇一会儿的时候 这个时候实际上他也不是百分之百放下 他也是一点点搂着的 就这个油门是给的 只是没走 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本身觉得反正 哎呀大概起 反正就是 哎呀 到那一下 他那个练完 就完全就泄了 完全泄了 然后你再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头两步是蹬不出去的 所以 就是各位家长 你记着 不是说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你们 你们蒙我啊 而是说这些小孩蒙不了我 啊 你别看我没正 你别看我没没提过职业啊 我就提过94年国家队啊 我就直接去的 但是我我知道观察什么 我知道观察什么 啊 所以呢 我每次看何浩元的所有的集锦 就在于就是所有的训练的画面 他都是百分之百 这个其实不容易 他都是百分之百 就说明他自己内心 他对这个 这个事情 他有着自我的一个极度的 渴望 这个欲望会最后会帮助一些人 其实你知道吗 就是人和人的能力 他肯定有一定有差异 但是呢 大家都各自有特点 那么最后 谁能够走到最后 其实就是欲望 就是一个欲望 这个欲望 你甭管是 你说金钱可能实现 美女 你什么诱惑 什么美景 美食 你比方说 我今天我就必须得吃了 就是如果你欲望强烈 你刚才就下单了 但你要有也吃也行 不吃也行 吃完长胖 完了他妈还要花钱费钱 哎我擦 完了还得下单 完了还得等 明天还能发货 算了不吃了 哎也吃也可以吧 再一看没了 但只有那些极度的吃货 他一看我吃 他说他妈我也要吃 我比他少什么呀 下单 欲阳下单 他料子的成功 欲阳奋强 就可以了 这就是欲望 这就是欲望 有时候欲望的 他会让你更加投入 更加专注 然后就是有一个目标去指引 哪怕就像驴 驴前面挂一个香蕉 驴就一直走 不是驴坚强 而是驴有欲望 驴要吃到这个香蕉 对 虽然有很多人不看好和好员 我愿意给他机会 我相信欲望的力量 我相信专注的力量 我相信苦练的 这种功能 我相信一个勇于牺牲的 角色对于一个球队的作用 所以我愿意会给他机会 我也希望他能够把握这机会 然后就是孔令容 曾经一度呢 不仅是我 包括吴老 包括我身边的几乎所有人 私下里都说 小孔可能会掉队了 在南京的有一些家长圈子里面 也盛传着 小孔要被董路 给退回南京 就说清除出足够小将 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非常 我非常的这个 开心的看到了 一个曾经 熊丝鹰发 叱咤风云的孔令容 在今年的四五月份 不是今年 在去年 在去年的 就是疫情来之前吧 在今年的 我们今年 在基地练的时候 是春节以后练了没有 春节是不是就是疫情了 那就是去年 就是说 没有一个不行 就最近 我是有一次 我跟他谈了一次话 我跟 对 就是疫情回来 疫情回来呢 他身体一下长起来了 就是他 我发现他比别的人壮 长得大 然后我就跟他妈妈说 我跟那个二姐 我说 我说我找小孔聊一次 然后我就在树村 一个这个铁丝网下边 我跟他聊了一会儿 当然就是 给他一些 这个这个鼓励啊 正面的鼓励 当然也有一些技术方面的 一些提示 所以小孔现在提的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当然了 就说他 他有他的先天的不足 就说实话说啊 实话说 就当年蒋教练呢 是在一拨普通的小学生当中 而且是在一个学校的 南京鼓楼一中心的 小学一年级的一拨孩子当中 选择一些孩子 也就是说 他的选材面是非常 非常小的 所以也不是说 每一个他选上的孩子 在他看来 这或者从专业角度来讲 都是非常好的 运动能力 协调性 0米度 速度 他不是这样 所以小孔呢 他的这个 就是运动能力 本身的天赋 并不是说 非常强 所以他需要什么呢 他需要用 位置感 阅读比赛的能力 基本功 强大的心理 提早的这种 这个 这个 判断 预判 和勇敢 去弥补 这个没有办法 就像 就像说 你比方说颜值 颜值不够 那么你就得 比方说你 健健身啊 健健瑜伽啊 对吧 你这 这也可以啊 是吧 你长得说一般 长得跟凤姐差不多 但你这个 那个 也行 不是说不行 或者你可以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或者头发啊 为什么又说 头发是女人的半张脸 是吧 你看长得不好看 但头不好也行 怕一甩是吧 怕飘柔是吧 或者是你用衣服 或者你用气质 总言之呢 是可以弥补的 是可以弥补的 但是就 你得需要更特别 就是小孔 你看他 你说他 就是 他的运动能力 他的爆发力 完了这个 急转急停 然后这个 绝对速度 启动 这些呢 实话说呢 不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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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 多么多么的出色 我甚至可以这么讲吧 就你比方说狼队 狼队 就是这个 恒大零九 狼队 我觉得百分之百身体都比较狂好 包括鲁能 真的 就包括鲁能一队 百分之百的队员 比孔刘荣运动能力要强 但是 我觉得孔刘荣 他就是 我说了 有些弱点 你要通过你的长处 你用你的长处发挥出来 然后你的弱点 你去规避 或者让你的同伴去帮助你 那么你的存在就会有价值 我说 不是每一个队员 都会百分之百的完美 那皮尔洛 他可能也得需要加图索和 安布罗西尼 来给他撑着 对吧 所以一个十一人制的 这个球场里面 那么一个人的弱点 别的同伴帮他弥补 自己也主动去规避 你比方说我启动慢 那我就早收一步 对不对 你一对一防守 你明知道对方快 你速度不如他 启动不如他 那你就提前往后收一步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头脑 头脑和位置 就像公共汽车来了 有绑大腰圆的人 对吧 绑大腰圆的 腰圆的 你要跟他挤 你肯定挤不上去 但你可能比他聪明 你能预判到那个车门在哪 这车门正好停在你这了 你再胖 你再厉害 你是不是离我两米呢 门一打开 我先上了 如果你跟着他 门一开了 无论在哪 你俩一贴上 就没你了 就这个道理 就这个一个道理 所谓笨鸟先飞 对吧 所谓笨鸟先飞 也是个道理 就是我能飞得慢 那我就先飞呗 对不对 我就先飞呗 所以小孔呢 会来 然后就是 廖子承奥 小廖 小廖呢 应该说呢 这个 一直呢 他有一定的比赛的气质 他当初这个 跟小江做对手的时候也是 那么这次呢 毛永斌呢 因为骨折 只能留在家里面 那09的呢 实话说呢 只有廖子承奥一个门将 这个对他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的机会 当然也有难度 你比方说他这 他这个 就是一长时间就一个人守门 他可能注意力也会不不集中 所以有可能的 我们这次09的个别比赛 会调这个张一驰过来来守门 然后呢 因为张一驰呢 这次我们那个10队呢 还有还有另外一个门将 这个门将呢 是陈成云 他曾经 他原来是在恒大 恒大狼队的守门院 后来可能家里边觉得 还是 还是就不去了吧 就是就是后来就回到了上海 也是很优秀的一个门将 所以现在就 我想可能就是不同的吧 就是我们不是 你要说 说有人说 你连足小将呢 这个 没都没正式入选的 然后你去 去了某个队什么的 或者怎么样 这个都很正常 对吧 你 你恒大也有队员 这个不能说是恒大不好 对不对 也有队员不去了 而且还是 这个这个 这个非常非常 就是 很好的队伍 因为他分成狼虎抱 什么狮子狗猫 对 现在在一支队 是吧 在一支队 所以这次呢 这个这个孩子之前来过北京 试讯过 我对他还是很 很满意的 很不错的 廖子成高 小廖呢 就是 他以前踢前锋的 按说他脚下应该 问题不大 但他有时候呢 就是传球的精细度不够 他传完球总是一跳 你地滚球你跳什么呀 脚弓传球怎么传完还跳呢 是吧 我曾经学过他传球的动作 给这个小将们 笑成花枝烂颤 廖子成高 然后就是吴一牛 我们是举贤不避亲 我们 我们行的正 吴一牛呢 是中国小将球探 吴志鹏的儿子 之前 没有随中国足小将 参加过什么比赛 但是最近呢 我认为他进步了 我认为在 对内对抗赛当中 他的有一些 场次和时段的表现 是可以打主力的 所以这次呢 给一牛一个机会 在大庭广众之下 上场去展示 行 就留下来 不行 就离开 但我不会因为 我既不会因为 他是吴志鹏的儿子 我就 没有原则的把他掉进来 我也不会因为 他是吴志鹏的儿子 我为了避嫌 他有能力 我会让他出去 不会 都不会 你记着 都不会 我唯一的标准 就是他在场上的表现 符不符合 中国足小将 球员的要求 在场上的作用 对球队来讲 是不是能够提供 足够的帮助 如果是 就留下来 如果不是 回去好好练 还有机会 这就是我 将来有一天 吴一牛 离开小将 很正常 将来有一天 吴一牛 在小将 站稳脚跟了 也很正常 但是所有的一切 都要靠一牛的 双脚 自己去书写 当然我也会 给他更多的信心 我觉得这个孩子 是可以的 这个孩子的求伤 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身体 现在也变得 变得更强 你别忘了 吴一牛 是中国足够小将 第一批 这个成立时候的 队员之一 只不过就是 没有 没有随队打比赛 就最早在 北京集中的人里边 有吴一牛 八岁的时候 他并不是 因为球探 那个时候 吴志鹏 可能还处在 接近黑子群体的 那一个阵营里边 因为他身边的人 没有一个 说我好了 所以后来 吴志鹏 进入足够小将 当球探的 我估计他原来 那些朋友 都觉得很吃惊 说 志鹏不应该 咱们以前都一块 骂动路的 怎么突然间 你去了呢 是吧 志鹏说呢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上岸 都不晚 这段是演绎的 这段是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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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客观说 就是 吴志鹏身边 没有人说好话 这是真的 最开始吴王身边 吴王他爸身边 我看看还有谁身边 没有说 就黄宇超身边 没有人知道我 因为黄宇超 爸爸 黄宇超的爸爸是 折伤 闹闹 人家根本都不接手 租租圈 宇超妈妈呢 每天就负责 接送宇超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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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宇超啊 这个 管理 前两天说 那个董老师 说那个 今天的视频作业 不能 我可能要晚交了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 昨天他自己偷着玩手机 我决定 今天不能让他看手机 我说我支持 今天的视频作业 可以不做 可以不做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两个相对新的面孔吧 一位呢 叫炎之行 炎之行 我觉得有一些 可能球迷也见过 这个孩子 之前呢 从去年曾经来过小奖 试训 但当时呢 包括安居客杯 他也打的不多 但也上场了 炎之行 就是有一个小便 踢中场的左脚 我觉得他吧 在我看来呢 他是一个挺有特点的孩子 中场他能塞出来那种球啊 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他有他弱点 就是他的 他的身体 折返能力比较强 就比较弱 比较弱呀 所以他来小将之后呢 他原来在原来那个队 都是他两个前 原来在郑州 郑州什么 班尼 他是郑州什么队的 很厉害 郑上路吧 是不是郑上路 非常厉害 那个队也非常厉害 他的特点很突出 他在那个队 就前面有两个前锋 非常快 他在中场 哗哗哗 揉揉揉揉 巴一个直塞直立 就经常能传出那种 那种非常非常 强大的那种身后球 技术意识非常好 班尼睡了 是吧 颜知行 然后还有一个队员呢 是九文大明 就是我们从很多的渠道 都听说这个孩子非常优秀 甚至有人说他是南京 09年的最优秀的球员 平常呢 是跟着南京 08的队来 来训练比赛 就叫周宇诺 周宇诺 这个也是蒋教练 古楼的蒋教练呢 评价这个周宇诺呢 也是 也是 评价很高 评价很高 就是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看过这个周宇诺比赛的 有吗 阻力法特 阻力法特 我们一直有一个约定 我们一直有一个约定 就是将来小将去欧洲的时候 我们 我们如果一切都允许 我们一定会把 现在在土耳其 训练的主力 主力法特 就是跟小将一块 踢一次比赛 踢一次比赛 有人说很强是吧 很厉害是吧 好 这次建设一下 所以这就是 这次09的队员 这就是这次 周宇诺和吴王差不多 哦 是那个类型是吧 好 就是我希望呢 这个 因为 因为这次呢 也是为11人制啊 来进行一次摸牌 从目前来看呢 11人制 我们要打433的可能性大一些 啊 433 可能性大一些 就是也有点就类似于 呃 四个后卫 然后一个防守后腰 然后两个攻击型前卫 是吧 然后一个两个边风 一个中风 啊 433的可能性大一些 所以我们也会通过 呃 这次 这是18个队员 是吧 18个队员 18个队员呢 正少就是18人吧 18人名单嘛 现在啊 这里边呢 呃 小块呢 是留在北京呢 继续闭门修炼 小杜呢 是呃 有伤啊 他能打 他能踢 但是呢 他目前呢 踢不了这个太激烈的 因为医生说 在在在巩固一下 他不是不能踢啊 他不是说现在非得绑着 或者什么 他其实已经之前跟我们训练了 但是呢 医生说呢 就别踢激烈的底菜 后来我一想那索性就在家里边 跟着这个 原来这个校队来来恢复恢复吧 对吧 然后再有就是小毛 小毛因为手指的骨折 然后还有一个队员呢 是未知术啊 这个队员呢 现在呢 正在家里边休养 然后呢 如果过两天呢 就说脚不疼了 嗯 脚不疼了呢 就有可能的去 去这个 苏州找我们去 他这个脚伤怎么样啊 苏州能不能去啊 这我问 我说你脚伤怎么样啊 他说现在还不知道 今天还疼 恢复两天 如果不疼了 我就看一下出发 孙晨熙 可能一听 听这个消息之后 秋生啊 树先生 什么围笨呢 大宝 晕了 又晕了 说不对吧 这不都已经脱离了 足够小将了吗 怎么他们又来了 就一个李显文回来 我都受不了了 怎么又又又又又 孙晨熙又来了呢 熙熙爸爸不是跟我们这波的吗 是吧 对 孙晨熙 他跟着这队啊 集训去了 集训呢 本来的15天 练了5天呢 就就是脚就是伤了 后来那边打电话 说赶紧接回去吧 他爸就给接回来了 接回来完了之后 就是看看吧 就是如果说 说那边 那边可能是不是练的有点狠呢 还是怎么着啊 一会刮风下雨的 然后不行就 就这个 就来苏州吧 正好见见小将 那么还有一个队员呢 这个队员呢 是08年12月15号呢 如果他当初呢 再晚两周 他就是09年的队员了 那这个队员呢 我实话说呢 我们应该给予这个队员呢 和这个队员的家长呢 一份真心的祝贺 这个孩子也来自北京 08年12月15号出生 这个孩子呢 叫丽景奇 因呢 跟江景奇 两个后边的字是一样的 丽景奇 这个孩子呢 在年初的时候呢 通过了 葡萄牙本飞卡俱乐部 就是08梯队的 试询 也就是说呢 他现在 是葡萄牙本飞卡 U13梯队的 正式的 医员 也就是说呢 在中国我不知道 在北京 有两个景奇 现在 成为了 欧洲 职业 梯队的队员 那么 那么这个孩子呢 我 我说实话 我也是在小斗上看到的 然后我看 我看到这个孩子在 葡萄牙 然后 跟这个 本飞卡呀 或者其他一些 葡萄牙孩子 一起比赛训练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他爸爸宣布 说已经通过了 视讯 然后呢 就联谊上了 联谊上了呢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 这个孩子的情况 这个孩子为什么在北京 一下横空出事呢 其实也不尽然 这个孩子呢 跟江景奇呢 也有过三次交手 这是前 这是前天 江景奇的爸爸 跟我打微信 跟我回忆 他说 他说 董哥是 是有一个孩子 去本飞卡 我说是啊 叫立景奇 我说什么样 他说 我在那个顺义国际学校 当初呢 江景奇是 艾伦 那边呢 是飞哥 还是什么 反正 打过 打过几次 那吴王爸爸不知道 是不是 是不是也 也 也见过这个孩子 啊 这个孩子呢 可能头几年呢 不见得说 特别险山险水 因为 因为他是08年12月的 就相当于 一个叫什么 就相当于是 李游安 就是相当于 李游安在伊陵 他是非常小的 一个年龄 你想他几乎接近 他可能比小毛啊 也就小个二三 二来天 也就也就小 小个二 二来天 对 抖音上有 他那个利呢 是严利的利 啊 景奇 都是王字边 王字边 加一个景色的景 王字边 加一个其他的旗 利景奇 或者他好像这个 他好像那个抖音的名字 叫Happy 是不是 Happy景奇 你查一查 他爸今晚上估计高兴 又长了不少粉 然后我们就联系上 联系上呢 我其实更更关注的 说这个孩子的成长的经历 他爸爸呢 在电话里边跟我 跟我这个 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一下 我也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孩子最早呢 是飞哥的 这孩子最早飞哥呢 其实这孩子呢 可能最早也不是说 想喜欢足球 反正就是阴差阳错呢 就抱了个足球班 就跟着飞哥就是练 因为什么呢 飞哥当时打出的这个口号 就是又能学足球 又能学语言 很多家长一琢磨着 你看小孩踢球 挺好 然后又能教个外语 也不错 这都是交一份钱 能学两样东西 是吧 所以就跟着飞哥一块练 练着练着呢 他就会觉得呢 这个孩子渐渐的 就对这个足球 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再加上呢 据他爸爸说呢 当时飞哥那个教练也非常好 现在倒闭了啊 就是这个这个 居住部都没了 对疫情原因回国了 是他在北京呢 你别着急啊 他马上跟我们一块去苏州 他能在他能在外国吗 是吧 然后呢 我还有还有 还有故事 别着急啊 你别着急 然后呢 他就 他爸爸就突然间觉得 这个孩子如果这么热爱足球呢 那就 索性呢 就 反正 反正平常也是一到假期啊 可能家里边 我不太清楚啊 因为我没有聊 我感觉家境还可以 就说或者或者 或者叫做会生活 说平常反正没事呢 也到了寒暑假呀 都是一家人出去国外走一趟 他说那既然说孩子喜欢踢球 那我就这样 我就去葡萄牙德 因为飞哥是葡萄牙的嘛 对吧 去葡萄牙 然后他教练可能帮他联系点 什么卫星俱乐部 他呢第一次就暑假去了 暑假去了 发现啊 暑假不能去欧洲 为什么呢 暑假是欧洲人的大假 全都放了 人家欧洲人 你想啊 他们疫情不戴口罩游泳去 更何况这没有疫情的 所以他第一次去暑假的时候 发现到那儿呢 没有什么队可以可以一块踢 没多少孩子踢一块练 练的可能都是穷孩子 没有钱出去旅游的 没有正经队 所以呢 他第一次出去就相当于适应适应生活 然后 感受就感受 也就 但是实际公用 几乎为零 几乎为零啊 转个点来 他就说 以后不去 暑假不去了 寒假去 因为欧洲的寒假非常短 欧洲 寒假 就圣诞节是他们的大假 等圣诞节回来 咱们这边开始寒假了 人那边可能没有寒假 开始该干嘛干嘛了 所以他第二次去的时候 就能够找到俱乐部了 你甭管说是朋友介绍 还是交点钱 总言之呢 能够跟当地的孩子踢的一块去 啪啪啪 踢个两周三周 二来一天 回来 回来接着 等到第二年寒假又去了 等于说八岁 九岁 十岁 十一 不是九岁 十岁 十一 十二 他现在今年十二 八岁 九岁 十岁 十一 他连着四年 每到假期 他爸爸就带着孩子去 每次去 都能够熟悉这个环境 然后 也熟悉了当地的足球文化 然后也熟悉了当地的这个清训的体系 然后也摸清楚了 当地的一些生活习惯乱七八糟 全都弄一顶掉 越来越清楚了 水平呢 也越来越高了 所以呢 今年 视讯 这个 后来就跟本飞卡呀 就联系上了 跟本飞卡就联系上了 本飞卡呢 也是开始考察这个孩子 所以他 他去了呢 就是去年 应该说呢 就跟本飞卡 就踢起来了 就一块踢 但是不能打比赛 就是 你到那儿之后 完了 就是这孩子不错 就像我们 像我们 左小匠边看哪个孩子不错 就跟男子军似的 哎 还不错 来一块练吧 就这么练 练着呢 他不像我们 我们是男子军 你给你件衣服 你上去 踢比赛 他们那儿可能不行 他们那儿不行啊 他们那儿说 你练可以 就打的友谊赛 可以 背赛 但是联赛 正经的比赛 不能踢 但是呢 对这个孩子 已经很有 好感了 去年的安居客杯 这不 葡萄牙本飞卡 09队来了吗 这丽景奇呢 他爸爸 带着他去了球场 还专门呢 找这个09的这拨 本飞卡队员呢 一块合个营 一块合个营啊 虽然说 他们不是一个队的 但是呢 你想一个09 一个08 平常也在一个场地上 没准备见过 脸收 就这样 然后今年再去 就视讯成功了 视讯成功了呢 就准备移民了 就是移民了 你因为只有移民 才能打上比赛 但是正好疫情来了 疫情来了 回国 回不去了 现在目前来讲 是回不去了 就现在在等 在等 那么我听到的 就是最 最令人感动的事情 是 就是最近 最近呢 这个 因为有疫情嘛 他回不去了 那么 菩萨牙那边呢 也开始恢复训练了 因为之前 菩萨牙也有疫情 然后也开始训练了 那么 那么这一阶段呢 每天凌晨 一个礼拜有三次吧 一个礼拜有三次的凌晨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半 可能是菩萨牙的时间 傍晚 五点半呢 五点半呢 或者六点半 大概齐吧 或者六点半 七点半 我也弄清楚 反正这个时差 立景棋在北京都会起来 然后跟视频 就是网络直播 跟着教练一块训练 就你能想象到吗 北京 夜色阑珊 凌晨一点半 在一个居民的家里面 一盏灯打开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在对着视频 万里之外的视频 脸 每周三次 每周三次 你想 因为我经常熬夜 我知道 就是你熬完了一个 你就不可能再马上就恢复过去 你恢复过去 完了之后 你再熬就不行了 所以这孩子应该说 到现在为止 可能整个的时差 都是欧洲的 都是欧洲的 所以呢 他这个网课 随着葡萄牙的放暑假 这个欧洲的 现在清训都放假了 江景棋上面也放假了 但是江景棋也回不来 江景棋是等到八月九号开学 不是 八月九号 这个 这个 这个球队恢复训练 然后呢 八月九号 然后会打一些比赛 然后热身 然后到九月份 八月底新赛季开始 那么 利景棋也是 也在等待着这个疫情过去 然后 就回到葡萄牙 就 奔向葡萄牙 他的性质跟江景棋是一样的 就是必须得有移民 就是父母双方 得有一个人移民 移民 你拿到什么兰卡 然后呢 你的孩子就可以 在当地 学 进学校 然后 踢球 参加正式比赛 所以这个孩子 不是改国籍 移民不是改国籍 不是改国籍 他还是中国人 但是就是移民 明白吗 就是 你要有钱 你也能移民 你不用改 不是国籍 就永久居民 对 永久居民 不是改国籍 不是改国籍 有朋友说 还得有钱 你这说的也 坦白说 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没钱 你肯定很难移民 对 但是 你有钱移民 你没有这个能力 也不行 归根结底 他是 葡萄牙本费卡 录取的队员 所以这次呢 他可能应该 然后他爸爸 应该联系我 然后 他本来说呢 在北 不知道是不是 小将在北京训练 说一块练一练 我说我们要去苏州 他以为我们月底呢 后来我说 明天就走了 然后我说 我说这样 我说你 你什么想法 他说如果可能的话 一块练一练 感受一下 我说行了 他说景旗也办 很长时间没打比赛了 我一看 我说那行 这样 我说你呢 看一看时间 你呢267号去 因为我们28号 对苏州这个0708 我觉得这比赛呢 让景旗上去踢一踢 要不然的话 我们09打不了07 实话说 你们不要这么 哎 足小将挺厉害的 0907算什么呀 打一般的07 可能还行 但是你要打江苏省冠军 你109的 你跟江苏省 0708冠军踢 你能一踢赢了 那不扯吗 不可能 这个差距很大 因为12岁 我说了都发育了 这个比起来 没法比 一米可能快就接近 都一米七了 像我们小矿那样的 一米三 一米四几出头 那差多了 差多了 对吧 零七的发育了 所以呢 挺好 所以我们这次啊 就是 这个 苏州这个集训呢 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 就是我们 集训过后呢 就是集训 尾声吧 会组织 这个中国苏小将的 这个冠军挑战赛 将涵盖 一 一二 一三 和 一一 一二 一三 三个年龄段 目前呢 这个就是 因为报名非常踊跃 最后也不可能 接纳那么多队 那么现在应该是 一二的四十八支队 一一的三十二支队 这是八十了 然后一三的 现在正在 正在统计 一三的可能 也可能会有 二三十个队 啊 加上我们 0910 啊 加上 浙江绿城的 0910 南京古楼的 0910 再加上苏州 市队的 0708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 一个月内 啊 跟中国苏小将 有关的 集训 热身赛 友谊赛 和我们 举办的 比赛 只要你持续 关注 你可以在一个 单位时间内 啊 先后看到 07年的 08年的 09年的 10年的 11年的 12年的 和13年的 七个年龄段的 中国孩子 啊 七个年龄段的 中国孩子 在场上的 表演 表现 将通过 我们的直播 呈现给大家 让大家能够 真正的 了解 在中国 从目前的 13年的 小孩 小baby 到07年的 半大小子 他们的 这种 啊 踢球的 样子 和状态 也包括像 浙江绿城的 是职业踢队 南京鼓楼的 是校园代表 啊 苏州市队 是 是地方足协的 球队 啊 中国 足小将 是民间力量的 球队 啊 也可以在 一个时间 之内 看到 这四种 存在方式 啊 之下的 中国的 清训的队伍 所以我认为 这他妈就叫 异议 好吧 我真正骄傲的 并不是说 中国足小将 能赢多少 登场比赛 或者是赢谁 我真正骄傲的 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 疫情肆虐 啊 进入到一个新的 我们生活逐渐要恢复正常的时间档口 在中国的职业联赛 啊 即将 重新 启动的时候 同步的 我们中国足小将 也能够利用我们的 平台和影响力 云集 如此之多的 中国的 青少年的球队 孩子 家长 教练 能够有 七个年龄段的 中国孩子 先后在场上 去展示风采 通过我们的直播 传递给 所有的 关注中国清训的人们 我认为 这就叫 意义 这就叫 价值 我不管 中国有多少个 情绪 不管 你们的孩子 将来会去哪里 我只想 把握现在 我只想 体现 中国足球小将 存在的意义 啊 就是这样 我们 不是一个是 把这十几个孩子 签合同 投资 将来 变现 我们不是这个 目的 我们也不是 为了什么 政治的 目的 然后去 投资 去干的什么 我们也没有 那么多钱 我们也没有 职业队 我们只有 这个平台 我们只有 热爱足球的 这一份 热情 我们只有 越是 艰险 越向前的 一份 勇气 我们把这件事情 做出来 感谢 所有 愿意和 中国足小将 一道 为中国 清训 而努力的 所有的 朋友 感谢 像 鼓楼 蒋教练 这样的 优秀的 清训 教练 给予 中国足小将的 这一份 理解和支持 也感谢 宿州方面 在承办 中超 比赛的 同时 给予 中国足小将 集训的支持 也感谢 那些 一一一二一三的 孩子的家长 对于 中国足小将的 认可 信任 也感谢像 浙江绿城 这样的 职业队 能够主动 找我们 来进行 交流 所有 这一切 我想 都是 我们 自强 自立 的一份 能够得到的 收获 我认为 这是一次收获 想当年呢 七八个人 对吧 十几条枪 想当年呢 足小将 巡回赛 办了一战 就没有 暂住了 害得 吴磊 慷慨解囊 想当年呢 第一次带队 去打狼 三战三败 姑且不说 对方 弄虚作假 但这个 三战三败 也会让很多 国内的人 笑掉大哑 我们就这么 一路走来的 冷雨 支持着 足球小将 依然有那么多 中国足小将的家庭 不离不弃 依然有那么多 真正的 有情怀的 清训人士 愿意和中国足小将 携手共行 依然有那么多 六岁 七岁 八岁 九岁的 家长 孩子 以加入中国足小将 为自己一个 小小的目标 依然有像 五八 同城 安居客 这样的 企业 会给予 中国足小将 莫大的支持 依然会有像 上海上岗 浙江绿城 广州复利 华夏幸福 这样的职业 俱乐部 和我们 主动的 示好 相互的交流 更何况 我们已经有队员 走向了 国际舞台 我也愿意相信 未来 会有更多的 中国足小将的 队员 走上这样的舞台 经历了很多 其实我真正的 真正的 压力呢 并不是来自于 这个队伍 我真正的压力呢 还是来自于 因为我想把 中国足小将 做成有意义 有价值 路还长 但我心中呢 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 一些 一些想法 我觉得 可以做得更好 就像这个 这个那个 重庆 市康 那个 那个说呢 就是中国足小将 只是个平台 他的意思就说呢 足小将呢 就是只是个平台 如果孩子 想要提职业呢 还得去更 专业的 舞台 平台 就是更专业的人 得去带 他的意思 言外之意呢 就是他的儿子 选的 什么什么荷兰的教练 那是专业的 职业的 这个不一定 兄弟 不一定 因为过去中国 十几二十年的清训 都是你所谓 专业人士带的 从华夏幸福 走的德国人 从广州福利 走的日本人 从山东鲁能 走的葡萄牙人 从广州 恒大走的西班牙人 都是你口中的 职业和专业的 没带出什么来 不要轻敌哟 不要轻敌哟 我坚信 真正的专业 来自于实践 来自于实践当中的展现 这只能是倒推的结果 而无法正推 所以 把一切 交给赛场 把一切交给孩子们的双脚 把一切交给那些努力的人 我坚信 我坚信一点 我坚信一点 这个时代 中国的清训 是必须走出一条新路的时候 中国足小将 也许 不是这条路 但是 一定会有一条新路 至于说 如果你的心路 仅仅是体现在 某一些细节 或者是你认同的什么教练 或者你认同的什么 联合培养方式 太幼稚 太幼稚 真正的改变是这儿 真正的改变是这儿 只有具备了这儿 才有可能有一些真正的改变 而不是说 你左手戴个戒指 右手戴个手环 不是 而不是说 你穿着一身高跟 还是说 还是说穿着一身丝袜 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儿 没有了这儿 一切 都可能是皇帝的新装 PQ 好吧 所以感谢各位 今天时间有点长 10的呢 别着急 我们会到苏州之后 明天 明天晚上 我们再详细聊一下 10的 那么我已经说了 我呢 现在开通了威加 这个威加呢 现在已经有大几十个会员 那么威加会会有一个付费的收看啊 这个这个 所有的费用 我跟我的我的这些会员都承诺了 这笔费用 我一分钱不花 我要留着关键的时刻 那么我知道在未来的成长发展过程当中 可能还会有小将的家庭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那么我开通这个 就是建立一个小将的家庭的基金 现在有不少朋友已经加入了 那么我们这次为了回馈这个威加的会员 微博的威加的会员 那么我们会专门把小将的一些内部的内容 比如说开战术研讨会 比如说开文艺晚会 或者说一些训练的内容 会独家的为会员来呈现 苹果能加到网页上就能加 这个苹果系统在网页上 就电脑网页 网页版就可以加 好了 感谢各位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齐齐 路遥芝麻利 日久见人心 早着呢 我说了中国组组小将 公开透明 公平公正 这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我们可能一时会有一些疏忽 或者是一些判断的错误 但这种追求不会改变 中国组组小将 我们用我们的能力 用我们的影响力 我们能够得到的一切的社会资源 最终回归到我们 引导培养孩子的这项事业当中 我们会让更多的孩子 在更大的舞台上 去更好的展现一个 更好的自己 再见 再见 关注